7月1号至3号,第二届万寿国际安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50余位中外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参会。会议期间,多国专家学者共聚一堂,热议中国大国外交新成果。 俄罗斯国家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欧洲和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基默菲·波尔达切夫表示,近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重视国际多边机制的构建,这将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布指倫国,北京专台,普普优企业的建议。 一致许,中国的潜传企业提高了外国,200万人共同在北京专国专家所合作了。 这个新的潜企专家介绍指借的意见是在中国的抗议这些公司的中心是在中国的意见, 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黄再浩说 自己很喜欢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 他说 作为世界大国之一 中国有责任为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建言信策 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的古老智慧和价值观就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 当国研议我觉得这个核心但是是那个信 那么乱世的时候 乱世的时候 没有信的话不能生存信 然后呢 甚至兵法是和平 亚投行啊 还有什么那个一带一路啊 或者G20啊 整个中国对外那个经济合作模式中 其中一个 然后呢 这个安全也是 什么亚信啊 还有上河啊 还有六方会谈啊 政治机制 经济制 安全机制 这个可能其中之一 巴基斯坦前外秘 艾扎兹乔杜里表示 近年来 自己见证了巴基斯坦和中国 在促进全球互联互通方面做出的努力 他表示 2013年开启的中巴经济走廊合作项目 当前已取得不少成果 并即将开启新领域的合作 汇集更多巴中人民 我们开始开启新领域 当天 泰国国家研究院 泰中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苏拉西塔纳唐 南非丹尼斯赫利 和平研究所前所长达尼莎库马洛 越共中央对外部原常务副部长陈德利等 就当前国际局势 中国在国际合作中发挥的作用等问题 答记者问 请不吝点赞订阅